好,那像我們剛剛,如果你的按鈕還沒拆的話 按鈕還沒拆的話,那我們來做一個就是類似 按按鈕就閃燈,按按鈕就閃燈 好,那就是我們剛剛是放在A0的話 放在A0,那我就要去 如果你的按鈕是在A0 好,那我就用一個如果 好,那我這邊的數字,現在沒有按是這樣子 有按的話會找到0,所以我用小於 小於500就可以了 好,所以我的A0如果小於500 A0 如果小於500 好,那我就來閃個,比如說亮綠燈 就假設我這個是那個電子鎖 按下去就代表開門的話 那我就給它亮綠燈 好,那我的綠燈是6號,所以我就亮綠燈 那綠燈亮多久呢? 假設亮一秒鐘好了 然後就要把它關掉 好,那 這個是按下去的時候 按下去的時候要亮一秒鐘的綠燈 然後關掉 那平常呢,平常給它亮紅燈 平常就給它亮紅燈 所以一開始就亮紅燈 好,一開始就亮紅燈 然後我剛剛有講,要確認的話 如果你要做確認,最好一開始我們 有一個初始值的設定是全部關掉 好,這是我們一般常用的 一開始都會把燈全部關掉 然後亮紅燈 那亮紅燈之後呢,如果我按了 如果按下去,有按按鈕按下去的話 那我的綠燈就要亮 然後綠燈亮的時候呢 紅燈當然要關對不對 所以要記得,紅燈要關掉 好,所以當我按下去的時候 我要把紅燈關掉 要亮綠燈亮一秒鐘 好,那這樣子 重複把它包起來 它就會一直偵測 一直偵測 那平常每次都一直亮著紅燈 等到你按下去的時候 紅燈會關掉 然後綠燈會亮一秒鐘 好,然後把它接起來 好,我現在執行的就是這一個層次 好,所以你就看一下 平常亮的是紅燈 這個是紅色的 好,平常亮紅燈 當我按下去按鈕的時候 它會亮一秒鐘 然後再放回去 好,就有點像那個門鎖有沒有 好 對 滋溫 對,來試試看 那霓虹燈等一下我會再講 好,那我們剛剛有提到那個閃爍 好,內比的方式 其實要處理閃爍的方式很簡單 既然我們每個顏色 每隻腳都可以決定它的亮度 而且可以0到255 256階的亮度讓我們選的話 好,那我們只要給它一個亂數放在裡面 這個亂數只要0到255的區間給它 讓它自動跳其實就可以了 那所以呢,我們就直接 比如說五號燈來講 五號燈,藍色的燈 那我們後面如果要讓它自己亂跳的話 那就是在運算裡面會有一個 隨機選一個數 然後它這裡會給它頭跟尾 就是範圍 所以我就規定好範圍 只要不超過這個數字就可以 這樣子五號就會隨便跳 好,那我們先試一個燈 我就讓它重複執行 一直隨便跳 那怕它跳太快 眼花撩亂 我加個等待時間 比如說0.1秒 我每0.1秒就跳一次那個亮度 好,那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燈 因為現在有滾到其他顏色 我剛剛沒有關其他顏色 它就會亮度一直變化 亮度一直變化 好,我把其他顏色關掉一下 好,其他顏色全部關掉 然後就只讓五號燈動作 好,現在就是藍色 然後每0.1秒它就會變換亮度 好,就會變換亮度 好,所以同樣的方法 好,我把三個顏色一起 好,三個顏色都讓它去跳 複製 複製 然後改成六號跟九號 三個顏色讓它隨機亂跳 那這樣子呢 就可以變成全彩亂跳 好,有沒有 每次顏色都不同 好,像霓虹燈一樣亂跳 好,如果說這時候 你有那個聲音感測器 你可以把聲音感測器加進來 然後你去偵測它 就是由大聲變小聲的那個點 它就可以跟著節奏跳 你就可以讓它跟著節奏跳 它就變成五會的燈光 好,來試試看 好,我們如果要拿來做教具 比如說做一個問答題 好,問答題 好,問答題怎麼做 通常我們會準備 準備 準備那個題目跟答案 準備題目跟答案 這個部分比較難 好 各位,我們這裡有一個變數 那這個變數呢 它可以增加單一個變數 或是一個列表 好,一個列表 那如果你題目比較多 我們就會用列表 如果只有一題 我們就會用變數 好,那我直接用列表 好,各位我們先就產生一個題目 產生一個題目列表 產生一個題目列表 然後再產生一個答案列表 所以它會有兩個 兩個框框 兩個框框 那這兩個框框呢 我們就來輸入題目跟答案 那如果你題目答案多的話 其實它是可以用匯入的 就是用Excel表 來把它整個匯入進來 好,我們先簡單的做三個例子 好,你按一個加號 好,就增加一個題目 好,那...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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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 文字或者是数字都可以 然后你要给他正确答案 假设你把题目跟答案固好了 那我们现在要来做这个问答题 做问答题 所以一开始在侦测这里 它会有一个提问 然后提问之后要求你输入 那输入的东西会跑进答案里面 所以一开始我就提问 那提问什么东西 题目要写在这里 但是我的题目呢 我是要根据这里面的题目 这里面的题目 所以 我要再加一个 再加一个那个变数 这个变数就是题号 我要问第几题 这个题号 一开始设为零 一开始把它设为零 或者是直接用乱数 直接用乱数去取题号 那我现在只有三题 所以我的范围就只能是一到三 一到三 我现在先电脑先挑一个题目 然后呢 我就来提问的时候 我要问的就是这一个题号 那这一个题号 因为它数字已经存到题号里面去了 所以我就要 问这一个题号的内容 对不对 那可是我要显示的是这个题目啊 所以你要从题目列表那边 题目列表这边 它有什么的第几项 有没有 所以我是题目的第几项 这个几项就是题号 所以要问的就是这一题 好 请问这一题 然后呢 它就会等你输入 等你输入那个东西 就会是答案 那你就要去做答案的比对哦 那这个东西 这个答案不是在 答案是在这里 答案是在这边 所以这个题号 同一个题号 比如说现在抓到的是三 那它就会问第三题的题目 会显示在这边 然后在等待你的答案 等你答案输入进来之后 你要去跟这一题的答案做比较 所以这两个要做比较 所以就用运算这里 把它两个看有没有相等 对不对 两种状况 用如果否则 两种状况 如果否则 所以把它丢进去 所以如果对的时候 我就做这一个 那这个要做什么事呢 就先来比较简单的显示 恭喜你答对了 如果不够的话呢 我们加个声音 这一次直接来录音 恭喜你答对了 恭喜你答对了 好这个就是答对了 好然后再录一个答错的 答错了请再努力一下 答错了请再录一下 好那这个是答错的 好那我就会有两个录音啊 那我答对这边就要放什么声音 就要放答对的声音 所以我要播放答对的声音 直到完毕 好那答错的呢 当然就讲答错的啊 答错了真可惜 然后就播那个答错的声音 这个是答对的 好这个是答错的 好那除此之外呢 我要不要闪灯 也要闪灯对不对 我刚有做灯嘛 那有做灯 当然要给它闪一下 好那 我就直接用那个闪错的部分 闪错的部分 然后答错一次我闪 闪个 闪这样子差不多一秒左右 好我就让它 答对闪彩色的十次 闪十次然后每次0.1秒 那答错呢 我给它闪红色的好了 那所以其他的颜色要先关掉 记得 其他颜色要先关掉 然后呢 这边喔 因为这边有其他的颜色在闪 所以我这边呢 一样要来一个先关掉的 好先关掉所有的颜色 然后指亮 指亮红色的 我的红色是红色是9号 那我就指亮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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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不要 9号要亮 要按 然后也是要闪烁 闪烁的话一样 有开有关 有开有关 然后也来个10次 这样拨完声音它才会闪烁 然后拨完声音才会闪烁 这样子拨对是亮彩色的 拨错是亮红色的 这样子是一题 这样子是一题 对不对 那我如果要让他一直问 因为你第一次可能选到3 那第二次可能选到1 或者选到重复同一题也没关系 那我就把它重复包起来 这样子就可以一直问 一直问一直问 就这三题去精熟 好 来看一下 好 执起他 现在灯是全暗的喔 请问今年是几年 那他下面会出现一个框框 对不对 假设我现在答错 我答5 答错了 请再努力一下 然后会亮红灯 对不对 闪红灯 那这次 诶 又问头一题 这次如果答对 104 恭喜你答对了 闪彩色的针 有没有 好 然后他又再问 诶 怎么都同一题 来检查一下 为什么每次都同一题 恭喜你答对了 啊 有啦 有啦 终于有跳了 他会乱速会跳 好 一样啊 好 假设答错了 女生 答错了 请再努力一下 好 诶 诶 诶 好啦 好啦 所以你就是 做了之后呢 你要再去检查 看哪里有问题 哪里错了 就哪里去检查 所以这个在闪灯之前呢 没有 诶 对啊我刚刚 那把他关掉的农界 拿走 诶 拿走 哦 只要你不够 然後再把它放進去 應該就OK了 這個是外星就OK 好 那各位試一下 有點複雜 有點複雜 前面這個問題 問這個地方有點複雜 來 很難喔 這個是老師要做 小朋友不用做 很厲害